病怎么得的 离不开 眼耳鼻舌身 像现在讲的传染病 有的病从眼入的 有的病从耳入的 有些病从鼻入的 闻到这个气味 见色纹身 这些气味 动了你什么东西呢 动了你的贪嗔之慢 切除外度境界 引发贪嗔之慢 好了 你这个 病就形成了 所以这段文里头 好啊 讲得很清楚 杀业中的 杀业中 人嗔恨心中 中国人所谓 怒火伤肝 他就得肝病 肝跟炎有关系 他得炎病 然而炎病 势力衰弱 都看不见 看东西 目火 这都是 嗔恨 杀身 野宝 第二种呢 饮酒 过量 喜欢喝酒 啊 常常喝的大醉 这心脏肯定不好 这经发心脏的病 啊 口病 盈喻的罪业 会引发你肾脏的病 啊 耳病 这都是这类的 忘语的罪业 应对是脾脏 啊 五根里面是血根 啊 如果是道业 会引发了肺病 应对在外面 是脾病 啊 那咽儿病是什么 五戒 全破 就是 杀到阎王就 毒干了 这对于我们 五脏 都不好 啊 五根 也会有病 五根是外面 五脏 是里面 那 如何治这个病 我们把 念头 行为 改正过来 这个病就好了 啊 该问我 我们 应该地 守住 五根 是神 这些病都没有了 断正 行念 啊 对人 对私 对物 不贪 不吃 不撑 啊 不傲慢 不怀疑 啊 要发自卑心 要学着爱人 啊 别人跟自己 没有两样 爱别人 是真正爱自己 帮助别人 是真正帮助自己 喜欢帮助别人 自己有事情 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 啊 这都是讲英国报应 啊 啊 那么也有 佛法 佛法常讲的 重罪 轻薄 却有这个事情 啊 有重罪 身体感觉到不舒服 那就是国报 是自己的业报 啊 只要我们能够忍耐 端心 正念 啊 我们拜佛 念佛 就能好 或者有地狱追忆 修行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遭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那也是报应 轻薄啊 啊 所以 修佛的人 对于这些失礼 要清楚 要明了 啊 我们的感恩的心 会升起来 对于一切众生 感恩 对天地万物 感恩 顺境逆境 善缘 都不为所动 这叫功夫 啊 善缘 不齐 贪念 沃缘 不齐 成会 啊 永远保持 心 心 在清净 平等上 啊 清净 平等 就是顶 不为外头境界 动摇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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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